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是指西施 貂蝉 王昭君和杨玉环 四大美女享有陈于洛艳之容 碧月修花之貌的美称 而洛艳指的就是王昭君 在除塞的路上 王昭君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谈起了情声让大艳也为之动容 看到她美丽的容貌后 大艳竟忘了抖动翅膀从而跌落在地 所以王昭君便得了一个洛艳的美称 甘露二年 王昭君出生在南郡紫归县的一户平民之家 汉元帝建兆元年 王昭君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宫 由于画师从中作梗 美貌的王昭君避开了汉元帝的视线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宫女 静宁元年正月 匈奴呼喊邪禅于请求娶汉人为妻 汉元帝不舍得把真正的公主嫁到匈奴 他下令从后宫未被宠幸的宫女中选择一个貌美的嫁给匈奴蝉鱼 王昭君就这样毫无意外地被选中了 在欢送匈奴蝉鱼的酒宴之上 第一次见到王昭君真容的汉元帝十分后悔 而蝉鱼却十分高兴 当即表示愿意保边境和平 昭君抵达匈奴后 被称为宁图厕士 他与孤寒邪蝉鱼共同生活了三年 并生下一子 近十二年 胡寒邪蝉鱼去世 按照匈奴的习俗 父亲去世后 妻子可以娶妻母 昭君不能忍受这些习俗 于是向汉庭尚书请求回国 汉成帝赤利从狐俗 于是王昭君嫁给了胡寒邪蝉鱼的长子 傅珠磊蝉鱼 两人在一起又共同生活了十一年 并且育有两个女儿 出世元年 往往夺取西汉政权 匈奴蝉鱼认为王满非刘氏子孙 不能为中国皇帝 于是边疆战乱四起 眼看自己为之现身的和平 即刻变为乌有 昭君悲愤成吉 不久在绝望中死去 葬在大黑河南岸 元代诗人赵建认为 王昭君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获取病 王昭君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获取病